中国电讯设备商华为周五表示 2021年全年营收预估将衰退近三成 达到人民币6340亿元 约新台币2.75兆元 华为并未说明营收转衰的原因 华为轮值董事长郭平根喊话 要有品质地活下来 在美国制裁影响下 华为正艰难求生 陕西西安因疫情陷入封城 居民淡尽粮绝之际 12月30日是武汉中心医院前眼科医生李文亮 在微信上公布中共病毒在武汉爆发消息的纪念日 数千网友在其微博上留言 匿名感激他 更拿当前的西安与2020年1月起封城的武汉做对照 临近年底 大陆部分银行却遇到有钱无法借贷出去的资产荒 令很多银行普惠贷款面临投放难题 国有大行部分基层网点普惠贷款投放也面临不小压力 中共向联合国告状称 美国SpaceX的星链卫星 今年两次接近中国空间站 中方均实施紧急避碰 对此 中共喉舌《环球时报》特约评论员胡锡进 发文指责SpaceX的CEO马斯克 在美国之音报导此事后 胡锡进更向美国之音发难 周四 美国SpaceX执行长马斯克也反击说 太空很大 在靠近地球轨道运行的航天器 可达数百亿个 间接驳斥了北京说法 新厂两台电视 真理报导 最好 9 5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